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600点 没有办法突破目前 NASDA跌0.58% 跌83点 收到14146 欧洲方面 英国挣0.34 德国挣0.75 法国挣0.66 亚洲方面 日本负1.02 香港恒生挣0.83 中国上海挣0.16 再来看一下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今天以10年债券来说 美国在4.13 加拿大3.28 巴西10.88 墨西哥9.19 巴西和墨西哥的利息都非常的高 德国2.2 法国2.74 荷兰2.52 瑞士0.65 日本0.66 新加坡2.82 南韩3.52 印度7.24 开发中的国家都是高利息 开发中的国家还是在低利息 美国的国债在三个月方面 目前在5.38 6个月5.35 一年5.25 两年4.59 五年4.12 十年4.13 三十年4.24 十年的4.13 和两年的4.59 之间 倒挂还是存在 但是已经缩小到大约0.4 不到两个quarter 所以倒挂的现象在慢慢的缩减之中 那么 commodity 方面 西德州油掉到69.66 跌破了70块 布兰特油74.6 黄金2028块 Nature gas2.57 小麦632块 铜375块 代表恐惧和摊粉的指数跌到63 昨天还曾经去过67 68 美元指数跌到在104.12 还是蛮强的美元 美元兑人民币7.15 美元兑日元147.05 美元兑欧元0.93 那么通货膨胀指数 目前全面性的大约在3.2左右 Core在4.1 以目前来说比较重要的 可能就是等待下面的经济的报告 那里面除了包括CPI从3.7掉到3.2以后 会不会继续下跌 跌破3 而Core在4.1到4.0之间还是偏高的 一般来说在3到4的这个CPI不具备降利息的条件 但是由于它是往下走 所以短时间应该不会再加利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看整个美国的经济的走向 尤其是失业率会不会攀高 那么以及整个国家的GDP 是不是会有向下走的这个趋势 这些都会作为联邦在未来的经济和通货膨胀 两者之间考量它的balance的时候 做的一些决策 一般来讲 Fedal Reserve的第一要务 当然是打击通货膨胀 但是后来他们只加了要兼顾到经济的成长 所以也不能完全不顾虑到 经济会不会有硬着落的可能性 投资人在目前应该是采取一个比较balance的approach 也就是说 Stop Market应该最快的时间已经走过了 它从4800点跌到了3500点 曾经跌了大约25%到30% 但是已经从3500点逐步向上 突破了4300点就是61.8%之后 照理讲它有回4800点的可能性 按照理论突破了61.8% 可能就会回到100% 不过短线来看 在4600点这边是有阻力的 我是萧银翔 我的电话73-9883-888 谢谢